30题 问我们有关于惰性气体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甲 甲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惰性气体是雅气 我们知道雅气是空气固定气体中含量的第3位 所以雅气含量最多是对的 所以甲是正确的 1 霓虹灯管填入奶气是通电后发出黄光错 我们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发出来的是红光 所以呢 这个1的说法是错的 丙 氦气的密度比氢气大对 但是也能够填充气球或飞船对 因为呢 氦气的我们他还密度的很小 可以的填充气球飞船然后他能够飞起来而且他比较安全因为他不会燃烧 所以丙的说法是对的 铁工厂常使用氮气来焊接金属 我们知道我们背的时候来帮忙焊接金属的 是所谓的雅气 而且事实上氮气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惰性气体 他在问惰性气体答案不可能是所谓的氮气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叙述里面甲跟饼是对的 所以呢我们第30节答案呢应该选择是A 甲饼 etes